然後前一陣子 就是有一個新聞 他就說有一個計程車司機 他剛好就是客人上車 然後要麻煩他 就是載這些客人 到他們慶生的地點 然後在這個途中 客人們就玩得很開心 整個就完開囉 還等不到在塔利現場 就先開車了 然後就在後面 很開心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在後面 開始砸蛋糕 他們是怎樣 上車前有喝過是不是 砸蛋糕 對啊 他們就在後面 就開始砸蛋糕 然後自己玩得很開心 然後最後他們還吐 然後就是反正把那個車上 弄得亂七八糟 然後一直嘻嘻哈的 那個司機 我覺得他也不是省油的 但是他很厲害 默默地就把車 直接開到警察局的門口 對啊 就是這樣 報警抓人 好工作 真的 這個馬上就要賠那個清潔費 對 然後重點是乘客 一看到說不對勁 怎麼到警察局 立刻想要從後車廂逃跑 後車廂 太厲害了吧 從後車廂把整個挖開 挖開 從裡面爬出來 對啊 後車廂跟後車廂 現在都可以跑 都可以跑 還想逃跑就對了 罰網恢恢 疏爾不漏 所以全部通通都把 抓進警察局 這一定要給他們懲罰的 因為這真的會影響交通安全 而且再來這種沒品的行為 為什麼一直不斷地在發生 真的 所以這些奧客 真的是無下限 我朋友親身經驗 因為我朋友是貴姐 然後他們專櫃有一層 就是賣很多金品 珠寶 然後跟衣服 然後它是占櫃 是占服裝的 然後旁邊有一個櫃位 是賣珠寶的 然後就有一天 就有一個阿姨 來那個珠寶的那個店上 就是她賣金式的 她說她要退貨 她不是要換喔 她要退 而且是 兩年 她說不喜歡 她要退 兩年耶 那當然沒有 那我們買進來 每個東西都可以退 對 見賞期就有講啦 對啊 三十天嘛 那個專櫃小姐 就很有禮貌地跟她說 兩年了已經不能夠退了 這個是金式 所以你可以拿到金店去換錢 然後你再去買 你喜歡的款式 結果那個阿姨就不高興 她就帶了一把小椅子 從早上十一點 百貨公司開門 坐到九點半 不管是誰經過 她就在那邊 爛店 不要掛 太多不好 不要掛 是這樣子 她就一直這樣子 她就做 她就是鬧到 你們沒有辦法做生意 她坐兩天 然後主管出來跟她說 對不起 說不好意思 這真的沒有辦法換 然後講了很多法律的程序 可是就是不行 然後到了第三天 阿姨還是來 還是堅持要換 而且不讓任何人 靠近那個店櫃 沒想到那個知名的百貨公司 就跟那個金式的店裡的主管說 請你退錢給她 不然我們這層樓 都不能做生意 她就真的成功換 就是拿到兩年前買的金式的 全額的錢 還沒有打折 珠寶店的專櫃小姐氣到離職 她覺得 我在那邊被罵了三天 結果是阿姨對 然後我還要退錢給她 這樣不行啦 這樣講下去 好像會吵的人有糖吃耶 各大金式店開始很害怕了 對 我覺得她真的是 看完最近之後 奧可以當中的翹楚 真的喔 這不可學 不可學 所以立東你的聲音沙啞 是因為常常跟人 就是敲事情嗎 沒有啦 我這個也是 因為我朋友在精品店上班 百貨公司精品店 然後因為我好不容易 那時候算是在演藝圈 混了一陣子 就存了一筆錢 我想說要好好投資自己 所以我就想說 順便去光顧她嘛 因為我朋友在那邊 然後她可能也會算我一些 可能小折扣這樣 然後我就去試 然後就試衣服 然後試了一件外套 我就覺得試了還滿喜歡的 這時候就有一對拇指走進來 那個女生就看起來 雍龍華貴 然後那個男生很明顯 就不是她的小狼狗 因為她的臉是臭的 很臭 通常妳是小狼狗 妳不會那麼悲傷 不能把情緒表現在臉上 阿姨她不想努力 這應該是她的職業 所以很明顯 他們就是一對拇指 對 所以兒子 就是不想跟媽媽逛街 是不是 就是那種典型的 然後結果她媽媽就突然就問說 那個這件多少錢 你說你身上在餐的 對 然後她就說大概兩三萬 她以為你是店員嗎 不是 她以為還是摩托 她問那個店員說 這件多少錢 然後她說兩三萬這樣子 然後她就說 那還有嗎 然後她就說 我那個朋友就說 不好意思 這是最後一件 然後她就說 那我要 脫下來 我要 然後我說 直接搶別的客人身上衣服 我想說她是說 要我還是要內衣服 你想太多了喔 然後想吃一點比較軟的飯 然後 然後我那個朋友就說 就是幫我說話 因為這個是這個先生先看到 就已經說要買了 他已經說要買 他說我不... 他說 是誰 不知道請問你是哪位 然後對啊 然後我那個朋友還說 請問小姐 你貴氣你知道嗎 然後他說 我是這間店的VIP 我一年在 我一年在這間店消費 是上百萬 上百萬的 你去 這時候立東就真的脫下來 說阿姨來你請 你去跟其他人講說 Michelle是誰 他們都知道是誰 Michelle 對 沒有人不知道 那要看是Michelle6 還是Michelle這樣 然後 然後我那個店員朋友 就很緊張了 慘了 因為他說 他臉這麼臭 然後他說 去叫你們店長出來 不然我跟你講 而且我直接跟你們 一句電話 我就可以 弄到總公司去 他都還沒試穿是怎樣 然後那個就很乾 可見你那一件外套 你穿起來多好看 我這件有多帥 帥成這樣 大家不能搶耶 對 好 我覺得重點是 你的人加分 對 他是衣架的 謝謝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太尷尬了 我就乾脆脫下來 我就脫下來 然後我就說 沒關係 給你啦 你先試穿看 對 你先試穿 然後他就說 他就拿給他的兒子 就你去試穿 然後一穿出來 然後打開 一穿出來就 小花 溜溜溜溜 然後他的兒子臉更臭 然後馬這件好醜 可以啦 這件可以啦 他們兩個就開始爭執起來 他說我不要買 他說我要買 然後我就在旁邊 就突然又放一個冷箭說 所以現在是不買了嗎 然後那個媽媽就 沒有 我要買啊 我一定要買 後來就硬買 然後那個 他跟那個 就一直推 丟給他兒子 他兒子就不要 然後一直推 就這樣離開 離開那個店面 所以他兒子根本不要 他買的是爭一口氣 對 好酷喔 所以我覺得你剛剛前面 來 謝謝吳 謝謝你 因為我本來可能買不起 他硬買了 後來你常常去那個店裡面 四川嘛 對 等那個 米秀姐姐來 月姊 更誇張的經歷是 那時候我去看房子 人家說 結果後來說那個王力宏 就是他的名字 就叫王力宏 因為王力宏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知道嗎 你很誇張 之前也是開過滿多店 所以相反來講 除了奧客以外 我們也是從 店家的角度出發 其實滿常看到 滿多奧客 你今天是店家代表 對啊 沒錯 因為開過太多店 之前我們有開過一個 日系連鎖的拉麵店 然後那個來的都是年輕人 之前就來了 四位就很壯 看起來就是像那種 體育系的這種大學生 姨父就是一碗吃不飽 對 然後他們就進來 然後那個 加麵加湯 能夠餵你們 餵飽你們 我們也很開心這樣 然後來了以後 也是一樣 點了四碗 點了四碗 我看他們說 超快 我想說該買單走 因為外面還有人排隊 結果一看就說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被親門的那個人 來一下 我說看吧 他說裡面有頭髮 你說頭髮 你說頭髮 如果頭髮我還拿錢給你 謝謝你對不對 但是他又不是說我 他說可能裡面 裡面內場的人 我想說可能 內場的人可能會出錯 但我仔細一看 他的頭髮大概 裡面的頭髮 大概就是那種 染的那種金毛頭髮 對 我們裡面所有人 包括內場外場 沒有人有染過頭髮 是每個人都一樣跟你一樣 那叫光頭的店 我也沒有這種店好不好 所以那時候 你就要考慮說 是不是要為了這根頭髮 跟它炒 但是那個拉麵 也大概一兩百塊 我們想說好了 沒關係 就做個客戶服務好了 說沒關係 好 那我們幫你換一碗 重點是他已經吃完了 剩湯而已 我說好 我幫你換一碗 我這樣拿去換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剛剛點那個臀骨拉麵 現在我想要吃醬油口味的 還給我換口味 這太明顯了 那這樣子要不要給他換 對 那時候我想說 我已經端出去說好 要給他換了 其實他就這樣講說 好啦 沒關係 就做個口味 反正學生嘛 幫我留個這個五星的 那個好瓶就好 對 就拿來換完以後 沒想到 通常頭髮是在中間 跟麵啊 菜腳 或在裡面 哪會在湯底啊 會吃完的時候 下去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說 不好意思喔 可能這個頭髮 我們剛剛看過 我們有問過我們的內場 基本上來講的話 應該不是哪一個人的頭髮 所以可能也沒辦法 再幫你換這一碗麵 他說你不讓我換是不是 那你完蛋 我是你們這個房東的職子 我就叫我那個叔叔 不要租給你們這樣 就開始 嗆得很兇很兇 本來想好好處理的 整個引發了你的戰鬥率 你不要嗆那個名號還好 一嗆有時候反而會 更惹怒店家 對啊 對不對 趕快送你個尖角 之類的就算了 結果沒想到 你嗆一個房東起來 我說好 沒關係 我們就偷偷示意 我們那個妹妹 行政妹妹打電話 因為房東就住樓上 他是二樓 我們是一樓 直接打過去說 不好意思 你妹妹 長得很高的 那個是你的職子嗎 他說 對 所以根本就是苦難 用那個名號來 想要來A你那個 我們就當然就請他走 我想說很生氣 就跟他講說不好意思 剛才那個房東說 沒有這檔事 那我們這 我也很客氣說 那你們四碗面 我都不算你錢 那就請你們趕快離開 因為後面還有人在等 沒想到隔了一天以後 在我們的那個 臉書上面留下一心的負評 對 那就寫得多難聽 還說什麼我們服務多差 多差什麼的 我們就想說 這個能怎麼辦呢 所以這對店家來講 也是一個危機處理 沒錯 尤其因為現在 有很多新的店家 大家要去光顧前 都會習慣看一下 那個新型書跟評論 然後你看評論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說 有的時候 噼哩啪啦 一場串的一顆星 同一個事件 後來他們這家店 它整個換名字 就想說用一個新型態出來 那一群人不放過他 繼續在那個 新的店家下面留言 但其實我看他其他的評論 除了那個事件之外 還是一個好店家 所以有時候要有一點 智慧去判斷 歡迎大家來訂閱 我們的YouTube頻道 解決你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你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俗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